你可以开启它轻松切换一键飘移的模式 时隔几个月 雅克什的体验环节终于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这是一套比亚迪全新自研的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增加了电磁区专属的电机悬变传感器 配合算法进行预测 合理的分配前后轴的动力 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复杂路面或者打滑情况的影响 从而提升你的安全性 舒适性和操控性 我们知道电动车本身那个动力输出更加的直接 扭矩也更大 传统燃油车时代那个控制策略 已经完全不能匹配现在的一个需求了 举个例子 当你遇到冰雪或者极端路面的时候 车轮打滑正常的车型会通过制动系统来介入 降低扭矩 动力突变量会非常的大 从而导致加速度变化非常的明显 转换到车主或者乘客身上 就是顿挫感会非常的强 降低驾驶乐趣还是小时 它更严重的时候会让你丧失当时驾驶的一个信心 似乎让你感觉没办法完全掌控它 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 燃油车尚且如此 那同样的逻辑放在电动车上就会更加的危险 尤其现在遍地都是强动力的电动车 这就是这套系统所解决的最大痛点之一 ITAC本身就是针对电动车特性而打造出的车辆扭矩控制系统 用电机悬变传感器来取代传统的轮速传感器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区别 轮速传感器将轮端每圈分为了32或者48个采集位 而电机悬变传感器一共有4096个采集位 提升了100倍以上 说人话就是这套系统可以帮助你车辆更快的预测到车轮转速的变化趋势 相比于传统的燃油车或者现在我们看到的电动车那套系统 可以提升300倍的识别精度 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来对比其他的车型 在面对复杂路况的情况下 它们选择的模式是降低扭矩来控制整车 前面我们讲到ITAC可以提前的做出预判 而它选择的模式是提供转移扭矩降低扭矩 甚至是负扭矩的形式来进行操控 实现单前电机输出单后电机输出 前电机制动后电机输出和前电机输出后电机制动 这四种特殊的模式 ITAC拥有三重动力分配 它可以用来感应你的地面附着坡度等信息来控制整车的动力 再来感应驾驶员本身的需求 通过车辆刚才的状态来管理前后的一个动力 再通过感应车轮轮速 怀移率 侧偏角等等来管理失控轮胎的动力 举个例子 当你的系统判断到你即将打滑的时候 会将低附着的轮胎的扭矩 一部分或者干脆全部都转移到有抓地力的轮胎上 你会完全感受不到打滑的存在 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触发ESP功能的 大大提升了驾驶的稳定性 我们当时选择的是冰雪路面的这种极端条件 分别以三个时间来带入生活的场景 第一个就是湿滑路面的加速 正常情况下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打滑 那启动的一瞬间自然是有延迟的 而这套系统基本上让我们和平时的状态是保持了一致 所以加速时间自然也就提升了0.7秒左右 这就是典型的提前预判车辆的趋势 更快的响应轮胎抓地的变化 减少了打滑和动力的损失 加速度不仅更快 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稳定性 第二种是冰面和沥青路面对接的一个几步测试 它相当于对应了我们平时的混合路面 比如说不均匀的积水啊积雪啊或者基层路面 在这种路面下传统的四驱扭曲分配系统基本上来不及反应的 很容易出现打滑的情况和动力损失的情况 甚至个别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一个加速轮胎路过水面或者冰面的时候 会造成短暂的失控 ESP就会判断你的车辆失控了 就会切断你的动力 整个过程非常的不自然不连续 对整个操控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当这套系统介入之后 还是通过响应速度的优势来预判合理的分配扭曲 从而减少打滑尽可能的不让ESP介入 最后一个是雪地角距越测试 这个就更加极端了一些 在系统没有开启的时候 整个过程是需要不断的进行方向修正的 即便你坐进了车内扣好了安全带 抓好了车把手 也随时要感觉被甩出了车牌 打滑是非常严重的 几乎就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 这对于驾驶员的心态和技术是一种双重的考验 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当它启动之后重新测试 你会发现车身这个滑动 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线性状态 就像是我们日常驾驶过弯一样 只需要很小幅度很小频次去调整方向 但其实整个车身它是属于一个飘移状态的 当然车速也相对提升了一些 这意味着在一些特殊路段 在一些保障安全的基础上 你可以开启它来轻松开启一键飘移的模式 即便你没有特地去学过相应的一些技巧和知识 都可以轻松的完成 但是我觉得比亚迪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企业 不会刻意这么去宣传 更不会有飘移模式这种字眼出现在车内 这套系统也将首发搭载在海豹的四驱车型中 但是目前不是特别确定 是否已经完全成熟了 可以在上市直接进行匹配 这个是不是很确定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套系统的一些基础的逻辑 和我个人的一些使用体验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拜拜